林鴻市委員 主席 邱署長 各位列席的官員 各位委員同仁 是不是請署長 今天我們安排這個議題 從少子化 以及婦產科醫師的人力斷層 探討到 我們目前整個健保給付制度 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尤其目前 我們的國人 針對於出生的人口 也不斷下降 那如果以2009年 大概新生兒只有19萬 2010年降到16萬多 所以很明顯 下降了2萬多 那再加上 大家現在都晚婚 高齡產子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我們以目前的數據來看 98年高齡產富 他的比例達到14.69% 99年17.56% 所以也不斷地提高 另外再加上目前婦產 接生這個部門的健保給付 太低喔 所以現在很多的婦產科醫師都要轉行啊 都不希望留在婦產科 這樣的現象也導致我目前的婦產科醫師 以高齡化 剛剛侯采鳳委員有特別提到 如果照一般的醫師的平均年齡 大概44.5歲 但是婦產科醫師達到52.5 所以年齡偏高 在這樣一種現象之下 我們確實應該好好來檢討 到底是什麼原因 造成這些婦產科醫師 要轉到美容醫學 這個部分 甚至 我聽說有個藝人 他的老公 原來是泌尿科的 也希望轉到美容醫學科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早上我們很多委員提到 那我希望衛生署針對這個問題好好去研議 當然大家提到的有關於健保給付 太低的問題 那健保局原來以前也有答應說 是不是應該在點子上能夠予以提升 但是健保局似乎把這個問題丟給婦產科學會 要副產科學會自己提 我覺得這個問題 恐怕健保局應該站在整體的角度 主動積極去提出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早上很多委員提出很多的方案 那我想這個問題 署長你不需要再答覆 但是 這個問題一定要深入來研傷解決的方案 不然婦產科醫師越來越少 這個也會對於我們婦女同胞他的權益 我們的下一代的健康都會遭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希望衛生署針對這個部分好好去研究來做改善 好不好 好我想我們一定研究改善 只要提到一點點就是說 那個有關這個叫做RV RBS 這個東西呢 可能還是要透過健保局來協調 還有那個工會本身 要去跟其他的 要看他的工作量 他自己要提出來 所以還是要兩邊一起來 這個恐怕從健保局這邊 因為我自己以前也做過這樣子的事 所以這個非常複雜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會議也希望能夠早點開 原來說是三月要開 後來也是沒有開 這個年底前我們會把它完成 年底前 希望能夠盡快 這是以上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本期要提出來就是有關於 醫療資源的一個平衡的問題 那麼從民國74年醫療網實施以來 以前的台北縣也就是現在的新北市 跟台北市它是劃分為同一個醫療區 25年來 現在的新北市人口增加了124萬 但是台北市只增加了11萬 但是整個醫療資源現在全部偏重在台北市 我這裡有一個統計 台北市總人口262萬 卻擁有8家的醫療中心 急性一般病床有16820床 但是新北市人口已經達到390萬 卻僅有一家醫學中心 急性一般病床只達到7169床 新北市這個標準在全國各縣市來講是倒數第二 只贏過金門縣 那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跟以前台北縣跟台北市劃分為同一個醫療區 所以很多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台北市有關 那現在台北縣已經升格為新北市 但是未來三環三線完成之後 外來人口會不斷湧進 很多地區的生活圈不斷的形成 但是在新北市的醫院病床無法增加 醫療中心無法增加 大家都要跑到台北市去就醫 我覺得這個對新北市來講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本期在這裡提出兩點建議 給衛生署做參考 第一點 我們要建議要重新劃分醫療網 台北醫療區的四區域 應該要按照人口成長 交通政經發展 生活圈 醫療需求等因素 把台北醫療區重新劃分為六區 這六區就是東區、西區、南區、北區、中區跟西北區 那我瞭解我們目前衛生署曾經有一個草案 也打算把它劃分為五區 但是其實劃分五區並沒有 這個充分來讓新北市有一個更好的醫療網 為什麼 因為新北市人口太多了 這裡面應該要加上一個西北區 那這個西北區也就是涵蓋目前新北市的 八里區、五谷區、三重區、盧州區、林口區、泰山區 那這個區的人口達到將近九十萬 達到將近九十萬 所以應該讓這個地區整個獨立出來 也就是西北區的次區域 這樣子的話才能照顧 三重、盧州、巴黎 這幾個鄉鎮市 所以我希望衛生署好好去思考一下 目前是已經 衛生署的計劃是有提升了 對新北市有比較公平的 但是似乎 更需要深入去了解 新北市、三重、盧州、八里、五谷地區 這個部分 因為那部分人口太多了 所以希望也能夠獨立成一個區 這是西北區 第一點 第二個 本區在這裡建議 應該要修正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 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後段 這為什麼呢 因為按照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 目前對於大型醫院的管控 是以一級醫療區中的急性一般病床 五百床以上規模的醫院 其病床的是每萬人六床 如果超過 他就不能再增加任何的床位 但是現在 因為新北市跟台北市 它是合在一起 跟基隆也合在一起 那以前資源整個集中在台北市 所以現在在這樣的狀況 在新北市 一般區域急性一般病床規模五百床以上的醫院 目前一床都沒有辦法增加 沒有辦法增加 所以你現在雖然劃分為未來的計畫 不管是劃分五個次區域 或者六個次區域 對於醫學中心有五百床以上 你還是設限 比如說像亞東醫院 沒有辦法增加 我們如果到亞東醫院急診室看看 一看就人山人海 就光掛急診 躺在那邊的 任何時間去 恐怕都會超過一百個人 所以他病床沒有辦法增加 這個是相當不合理的 所以本區在這裡要建議 希望衛生署好好去研究一下 修訂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 第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後段 修改哪裡呢 就是把 於一級醫療區域之急性一般病床 達五百床以上的醫院 每萬人不得育六床 修改為 於次醫療區域之急性一般病床 達五百床以上的醫院 每萬人不得育六床 也就是把一級醫療區域 把它改為次醫療區域 你說一級醫療區域 台北市跟新北市是同一個區域 那以前治療 治療都已經集中在台北市了 所以新北市五百床以上的醫院 它是無法增加床位的 這是以前長期以來的 醫療資源分配不公 造成現在的結果 但是現在新北市人口不斷來增加 所以本區建議 就是說 就是說把一級醫療區域的部分 把它改為次醫療區域 用這樣為單位 這樣來修改 比較能夠平衡 新北市跟台北市 醫療資源不均的狀況 這樣才能夠確保新北市市民 有比較好的一個醫療的權益 那這一點是不是請書長來 好 第一個我想建議在五區之外 在考慮這個西北區的這個 我們再回去會立刻就延商 第二個因為台北市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它是全國的病人都會集中 那新北市事實上還有一些床位 在雙核醫院大概還有三百床還沒開 更新醫院也還有三百床 那麼最近輔大附設醫院它的五百床也通過了 另外還有土城的大概分院它現在在申請五百床 這個應該會可以通過 所以合計起來在最近的兩到五年內就會增加一千六百床 所以我想如果把這個條文再修改的話 可能會增加的床數會達萬床以上上萬床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會再斟酌一下 看怎麼樣來比較也不要增加太快 因為現在健保資源已經沒有辦法再負擔 這麼大的的常數 所以我想我們再協商一個比較中間的一個 怎麼樣來達到 這個我會再跟委員做報告 希望署長針對這個部分好好去考量到新北市民 他長期以來受到不公平的一個待遇 那現在變成院俠市人口不斷的增加 那當然我們並不希望說 整個醫療就不斷的擴充 這也會有問題 但是以前 新北市跟台北市之間長期的不公 我們也應該還新北市一個公道 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來看怎麼樣比較下當 又不浪費資源太厲害 那麼又可以把這個問題改善 希望能夠做一個擇中的一個辦法 不然也要授權新北市政府針對於有些病床 有些醫院根本長期以來有一個有病床的空位 但是他沒有那麼多病人 可以讓授權新北市政府去做整體的挪移 你在還沒有增加病床之前 應該可以讓他做一個彈性上的一個調整 但是我們目前衛生署好像不同意這樣來做 你最起碼在有一個權宜之計 希望衛生署針對這個權宜之計 也能夠先去思考一下 看能不能先解套 是好不好 好 我們來好好想一想 謝謝 好 謝謝